我跟妳講妳沒窮過啦 妳有窮過妳知道 被幫忙跟幫人家那個 主意不一樣 曾經苦過 所以愛心阿嬤陳樹菊 更知道手心向下更快樂 心善可以不高調 但陽善不可低調 三立電視希望能發揮 媒體影響力 舉辦2016台灣真英雄 徵選活動 盼望能挖掘更多 台灣無私的大愛 並邀請世界麵包冠軍 吳寶春擔任Hero大使 從6月起開始徵見 不管是毛遂自見 地方推薦 只要在台灣這片土地默默復出 或是在國際舞台 揚眉吐氣都能夠參與徵選 三立電視並邀請11位公正人士 組成零選團隊來進行評選 包括商舟集團執行長 王文靖 知名導演吳念珍 台大校長楊潘池 捷安特創辦人劉金彪 台灣在地設計師聶永珍 集結產學界各界賢達 一起發掘真正的台灣英雄 給予願意做事的人 少一點批評 多一點關懷 多一點感恩 三個月的時間 共募集了123份報名資料 評審們從中評分 第一輪先透過書面資料 選出20位初選名單 第二輪再由審查小組 進行實地訪查 最後針對善行異舉 台灣之光 英勇助人這三大面向 複選出11位英雄名單 並在12月17號下午2點鐘 在三立電視台舉辦頒獎典禮 因為我們的一群 勇輸的策劃心 永遠不改變 讓我們繼續為台灣打招 加油 影響都是默默的付出 不怕辛苦不求回報 當天將邀請多位重量級名人來頒獎 總統蔡英文更將親自立臨 頒發特別獎給舉重國手郭信淳 其他頒獎人還包括導演魏德盛 明華元當家小生孫翠鳳 藝人詹雅雯又盛 世界面包冠軍吳寶春 前中職球星張泰山 知名作家小野 前衛生署長李明亮 東海大學副教授彭懷珍 以及青年創業家林大涵 透過表揚他們的善舉 傳遞正能量 放大小人物的光芒 帶給台灣社會正向 並且溫暖的前進力量